大概就是這樣,第一個黑名單的那個名稱 我發現同學對於那個名稱的定義比較不熟 像我們剛剛定義記得,A2Ctrl Shift向下 就是選選它的範圍 在這個地方輸入黑名單,Enter就好了 選的時候記得不要選到上面的名稱 因為那個名稱進來,它又不是黑名單,它只是一個藍位名稱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 那第二個是說,如果你做錯了怎麼辦? 記得到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專門管名稱的是在哪裡呢?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那底下這邊呢,就是你實際上的位置在哪裡 那如果你做錯了,要不然就把它刪除 重新再建,要不然你就從下面去變更它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樣的,然後你會發現 點下面這邊,它會幫你選起來 是不是這個範圍是,那OK 第一個名稱就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我們要錄製那個黑名單篩選的整個過程 當然錄製前面講過啦,我們大概就是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錄的時候記得先彩排,確認喔 而且差一個步驟都不行 因為一個步驟,我同學是 我同學是,roll的第一個步驟 直接就把它切到查詢名單開始錄 也不對喔,因為你少了一個什麼 將來你的按鈕會是在這邊嘛 所以你要必須什麼,切過去 切過去第一行,它會幫你錄一行叫什麼 shits 瓜虎查詢名單.slate 如果沒有這一行 那它就變成桌在它現在這個儲存格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做,那就錯了喔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錄一次啦 那你先彩排一下 那我先把這邊名稱 假設啦,我們錄製之前 可能就是先給一個錄製聚集 然後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黑名單篩選 我這邊有一個1啦 不然我就變2好了 OK,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按確定之後呢 就開始 就是 處於一種 產生 程式的狀態了 所以你這個可能要小心喔 所以 先想好,按確定 好 再來的話呢,先切到查詢名單 它會先幫你錄第一行 叫剛剛那一行 序齒瓜虎查詢名單.slate 游標放B2 這個時候它會幫你錄一行 叫ranch B2.slate 再來 上面的公式呢 直接打勾就可以 不用自己key啦 因為所以剛剛講 不用刪掉 它會幫你把那個 什麼 formula 等於什麼R1C1 等於公式放進去 再來的話呢 就向下填滿 自動向下填滿 再來怎麼樣呢 再把游標放B1 資料 篩選 把這個篩選 留下E就可以了 留下E就可以了 按確定 然後游標再放在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再到查詢結果 A1 Ctrl V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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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記得 再把開發人員裡面 停止錄製 OK 應該沒有問題啦 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做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也是這樣 反正就是 游標放A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也可以啦 或者自己寫也可以啊 前面講過 你Ranch A1 的最下面一列 點ClearContents也OK 自己寫後的錄製都沒關係啦 然後 最後呢 就試一下 篩選 這清楚應該沒問題 那黑名單篩選 因為我做了那個 黑名單篩選2 所以呢 我把它再 重新指向到 黑名單篩選2 好了 不過還是建議 就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 先按F8 足行跑跑看 因為說真的 要一次就成功 除非說你已經 很熟了 不然的話 我發現大萬同學好像 要一次做對 可能性還蠻低的 通常會卡住啦 不過卡住算正常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按F8 你會發現它等於是 把剛剛的動作 有沒有切過去 B2 有不要放上去 然後呢 再把它什麼 Formula 公式幫你加上去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呢 你再確認一下 跑一下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它基本上 就會得到你要的結果 那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建一個按鈕了 那在建按鈕之前 我就建議你在 每一行每一行的上方 有沒有 加上那個 加上那個所謂的 註解 像我 習慣上 都會在每一行每一行的上方 加上一個所謂的註解 有沒有 這邊的話 1切到哪裡 2 3 4 5 6 有沒有 每一個每一個 我都會 逐行 逐行 做註解 也就是說 你盡量 反正能看懂的地方 你就在上方 加一個單引號 然後 12345 反正這個順序 這個東西 給各位參考 你要怎麼打 反正你可以用 你習慣的方法 去做 沒有關係 那我建議 一定要加註解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註解 以後你回頭看 你一定不會知道你在做什麼 OK 長遠來看 好 那另外清除的話 就把它做出來 清除 就可以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感覺好像還蠻順的 按下去 全部呢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結果呢 自動帶過來了 OK 那就可以看到結果 我這邊好像電腦 稍微慢一點點 不過也已經比人工快很多了 按下去 對 只是說你會發現它這樣切有沒有 按下去呢 它還是會切過來 然後停在這邊一下下 這樣感覺 好像效果不太好 所以呢 理論上我會怎麼樣 會把那個切的這個動作有沒有 把它關閉 因為如果說你切過去 再切回來 感覺好像有點 看得出來你是用錄製劇 但如果你不希望切回來切去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畫面更新關掉 它就不會有切換的那個那個動作 所以如果你希望更好一些些 不要那個切換的效果的話 前面不知道有沒有 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把畫面更新關掉 有沒有 沒有嗎 有人點頭人搖頭 有的話可能是自己看 在上網看YouTube 或者 那畫面更新的話 會用到一個叫 Application的一個物件 Application值的就是Excel Application點 它有一個叫Screen Updating 因為呢 如果你要控制Excel的話 其實它的物件名稱叫 Application 開頭就是App 就是現在的App App其實就是Application的縮寫 Application 這個可能要稍微背一下 因為這個物件 它的重要性非常的高 像剛剛有提過啦 如果你要讓這個Application裡面 有沒有 自動去更新幾分鐘幾秒鐘 去做什麼事 它其實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On Time 或者On Repeat On Time 等等的這邊 就可以用Application去做 不過這個我想 這個會不會有機會再談 那我如果說希望畫面不要更新的話 它有一個Screen Updating 你把它怎麼樣 等於False就可以了 等於False的話 意思就是說關掉 不要更新 記得在結束的地方呢 再把那個畫面更新 記得要打開 不然的話 它以後呢 本來應該更新的 結果就不更新了 變成奇怪 為什麼畫面好像怪怪的 所以上面等於False 等於False意思就是說把它關掉 等於True的話呢 就是把畫面更新再打開 那當然你做完之後 它的效果就不會啦 像剛剛會 剛剛會切過去喔 不過你現在會發現喔 它現在停在這個畫面喔 有沒有 它不會讓切來切去 感覺會稍微高級一點點 感覺啦 所以很多程式 基本上只是那種 Kemoji的部分啦 當然你不做 OK 也是要OK啊 所以這種東西 只是一種感受性的問題 加了 感覺會比較好 不加 其實也沒關係 OK 不過大部分 這個就除了UI之外 還有UX UX就是User的感受 應該叫User的Kemoji 你要顧慮到啦 不然的話你 有些工程師反正寫完就算了 很難用也不干擾的事嘛 反正都已經結案了嘛 但是有的時候你要有那種 給人家感覺這個程式寫的好貼心啦 或者更 甚至有那種你操作那個系統 感覺哇這個系統好溫馨喔 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那個工程師 太厲害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黑名單篩選最後錄製聚集 按下去之後 可以自動把剛剛的東西 更新完之後放過來 當然這個地方 其實還可以寫更多啦 只是說因為 時間的關係 還有就是說 有一些難度啦 所以我後面 甚至改寫了一個叫 甚至加了一個這個東西 跑多久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 就是一個什麼呢 跑百分比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用錶單做出來的喔 然後跑了多少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跑完了 關掉了 有沒有 哇這感覺 這也是 感受性問題啦 如果沒有 其實也沒差嘛 但是如果你跑出來 甚至如果做一個動畫啦 做一個什麼 反正就是一種 像手機APP一樣 那樣的效果 感覺會比較高級一點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就是 算是 錦上天花啦 如果想要知道後面的方法 其實在我雲端白板上面都有放 因為我們講義放不下 所以呢 我通常會放在 剛剛跟各位講那個網址 有沒有 goo.go 剛剛應該有抄吧 你可以找一下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裡面的 數學函數 黑名單篩選 裡面就有我剛剛秀的這些程式 如果你回去想要try一下啦 雲端上面都有 你可以Ctrl C C Ctrl V 試做看看 最好如果整個流程可以自己來過一遍的話 那更好 ok 那今天的話先講到黑名單篩選 那下一次的話 我們再繼續來看數學函數有幾個 像 什麼 樂透彩的中獎機率啦 不過這邊可能後面還可以延伸講一些 如何從網路上撈資料 像這些資料都是網路上撈下來的 甚至 樂透彩或者大樂透 歷年來哪個號碼開出的機率最高 其實我們也可以一鍵完成 可不可以可以啊 網路上都有資料啊 所以 下一個禮拜再來看這部分吧